我們要利用開放資料 所以你在開放資料 在Google裡面就是搜尋一下開放資料的關鍵字 理論上應該會看到 就是第一個就是開放平台 其中的話你找一下竊道 比如說關鍵字找那個竊道 那你可以看到這竊道案件有這麼多 其中的話大概排第五還第六 這邊有個住宅竊道 你點開來之後 這個就是台北市的住宅竊道 點位資訊 然後它這個是提供104年1月到111年的8月 那底下的話就是它的相關說明 你們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目前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下載它總共有分成五個欄位 然後資料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直接點 當然如果你要取得最新的這個 台北市的住宅竊道點位資訊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點這邊好了 那我是建議啦 你就先點開來檢視資料一下 那其中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編碼的格式是Big 5 下載連結在這邊 OK 那另外的話呢 你如果把它點選 它就會直接下載 OK 那下載這邊就可以看到 台北市的有沒有 這個住宅竊道點位的連結在這邊 你可以在資料夾中顯示 就這一個 那如果你要把它點開來的話 就點兩下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直接把資料給顯示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A B C D E 總共五個欄位 那如果你要讓它欄寬自動調整 我希望先點選A B C D E 欄 中間任何一條線 出現像這樣的箭頭 這樣的圖示快點兩下 讓它自動調整欄寬 那你可以看到呢 目前有就是這五個欄位 編號 那這個案內好像有點多餘 因為這個就是住宅竊道 所以主要應該是這三個欄位 包含就是那個發生日期 跟發生時段 還有發生地點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想要練習什麼 OK 我們想要練習就是說 總共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歷年來的切答案件是多還是少 然後第二個的話 各區的比例哪個最多 那最多的話 請你用那個比例的圓形圖顯示 並且把那個比例最高的 把它凸顯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 把前十大的道路顯示出來 並且讓我們看到數量 所以這個是折線圖 這個是圓形圖 那這個是直條圖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大概就這些 並且在上面顯示出它的標題名稱 原則上大家就這樣 今天的作業練習 大概就是把這三個圖 跟三個表把它做出來 那這三個圖 這三個表 基本上都是利用 Excel裡面內建功能就可以完成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把剛剛的原始資料下載 那我們先完成第一個圖 就是哪一年 OK 年的部分的話 那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之前 第一件事情 請特別注意 就是說 這個你如果要做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前 那你一定要先有哪個欄位的資料 那目前的話我要統計的是年 所以呢 年的話 基本上我們在C欄有一個發生日期 可是日期不等於年 年只是說在日期裡面的某一部分資料 所以我們第一個 可以怎麼樣 可以先在這邊先插入一欄 所以在第一欄按右鍵 先插入一欄 那這邊可以給個年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可能會有 因為 這個 就是 我們是 我們是 67跟 89 67 就是上一節課 有同學就遇到 因為他是用Mac電腦 如果你是用Mac電腦 可能會遇到 亂碼的問題 OK 如果你假設是用Mac的話 你就下載 我記得這個地方 下載這個 是Windows可以用的 編碼方式 如果你是Mac的話 你可能就下載這個 下載這個的話 是UTF8的編碼 如果 你用Mac 你下載這個 就不會是亂碼 下載這個 是亂碼 如果說你剛好 顛倒的話 比如說你下載 你們現在用Windows 如果用Windows下載這個 如果你下載這個 那你把它打開的話 你反而會是亂碼 特別是因為 在資料裡面 編碼方式 就是微軟跟非微軟陣營 他們用的編碼方式 是不一樣的 所以 如果你假設 選擇編碼方式 不正確的話 那就會有亂碼的問題發生 OK 理論上 如果是微軟的話 就像我們叫Windows 記得要用編碼方式 是Big5 如果你用UTF8 就會發生錯誤 不然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 就是下面這個 你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 它應該會是亂碼的狀態 把它打開 如果你假設 你們要 因為這個前一節課 剛好有同學 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就是下載完之後 打開的話 那它會是出現亂碼狀況 那怎麼解決 我想我們之後遇到的話 再來看 那當然理論上你們就 如果是Windows環境 你就下載前一個就可以 像這個 你把他打開來 你會發現 這個就變這樣子 亂碼 OK 那怎麼辦 其實當然有很多種解法 我們也許遇到的話 之後 還會有機會 遇到那個亂碼的問題解決 OK 所以呢第一個 請各位先 我們待會要產生三個表 三個圖 那第一個的話是 幫我統計一下 104年到今年為止 到底治安有變好還是變不好 那其實可以從量上面可以看 那當然我們從年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欄位叫年 所以請各位在C欄的右邊 插入一個這個年的欄位 上面自己打 那第二個我要取前面三個字 所以我插入函數 我可以用什麼 用文字類裡面的let 那不過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呢 發生日期 它的資料是靠右對期 那理論上 在Esser裡面靠右對期都是數字 如果靠左對期的話就是文字 那你會想說 那老師那數字可以拿來當文字嗎 其實lab它是這樣 如果你選這個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本來是數字 那因為lab是文字類的函數 所以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文字 然後我再切割兩個字 三個字 前三個字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lab它本來是數字 進來之後呢 它就轉換成文字 然後再切割前三個 就變成這樣 所以喔 得到的結果 會是103的文字喔 OK 不是數字喔 如果不是數字 就不能計算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不對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文字 那你怎麼知道它是文字喔 各位朋友發現 它對齊方式有沒有 它是靠左對齊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數字的話 很簡單 你就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value就好了 不過這一題啊 其實不用啦 我只是演示給 如果你加一個value有沒有 假設你加一個value 其實就是在前面打個v 然後它會跳那個value出現 有沒有value 點兩下 然後錢瓜糊一下 打個勾 它會怎麼樣 它會靠右對齊 表示說它是一個數字 不過這一題喔 我們主要是要查它的那個量 不是要加種 所以其實這個動作不用做沒關係 OK 所以把它恢復好 用lapt 向下填滿 好 所以待會第一個動作 用lapt 先產生黏這個欄位 OK OK 這step1 step2的話呢 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個step2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產生 油標放在任何一個儲存格上就可以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OK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把年拖拉到底下的列 把年拖拉到底下的值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出現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累加 不是累加 他幫你計數 算104年有幾個 總共有687筆記錄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指的是 104年發生的竊刀案件的數量 687 105的話 663 少了幾件 少了24件 再來106 好像更少耶 不過數字來看的話 這個有幾個資料 好像多出來 102跟103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 要繪製圖表 這個102 100 它有點多餘喔 怎麼辦 我要隱藏牌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請你在列標籤的右邊 這邊有個箭頭 點擊之後 它可以把你不想顯示的 打勾取消 按確定 有沒有 102 103不見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圖示也變了 有沒有 它變漏斗 漏斗表示說 你有經過篩選 裡面有一些東西 是躲起來的喔 它是 其實它不是把它刪掉 它是隱藏起來而已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是拿這邊的這個資料 有沒有 然後過來之後呢 產生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把它隱藏 再來的話 不過你 當然看這個資料 已經很清楚 只是 如果你把它圖像的話 畫成一個 最好是 如果跟時間有關係的話 建議是畫成折線圖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畫折線圖 該怎麼做 再來的話呢 請你切到 樞紐分析表工具 這邊有一個 這個 有一個分析的 一個頁面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分析 樞紐分析表 這邊有個樞紐分析圖 請各位呢 點選樞紐分析圖 OK 記得 游標是放在這個區塊 然後 點這個分析 然後樞紐分析圖 它會跳出 那請問一下 你要畫哪一種圖 當然有這麼多 不過基本上最常用的 不外乎 如果是數量 那就是直條圖 如果是有時間 時間軸再橫軸 然後 縱軸是數量的話 通常用折線圖 所以你游標放這邊 你會拍折 但是這種折線圖有個缺點 就是它上面 它沒有那個節點 看起來好像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我個人比較習慣用這個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有沒有 它 差畢就是說上面有節點 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清楚一點 好了之後按確定 OK 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我可以再把它拉大一點點 讓它看起來更清楚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哇 那個切刀案件好像溜滑梯一樣 哇 越來越少 顯然 台北市的住宅切刀 小偷好像真的變少了 我不知道 這好像感覺 一看 而且幾乎是呈現大概30度 30度下滑 所以未來大概再過幾年 是完全就不會 等於是 是什麼 若不適宜 也業務必戶 是不是 這麼好嗎 OK 感覺好像 基本上你家裡應該都不會 不可能會有招小 因為像今年好像 累積到目前為止 好像才100出頭筆 等於是 一天沒有一件切刀案件 大概兩天才一個切 那真的是治安非常好的地方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最後呢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表 這個圖變得更漂亮 通常會把上面 這個叫標題 title有沒有 給它一個名稱 名稱也許叫做 我這邊 叫做 切刀 這個 叫歷年來的切刀案件的數量統計圖 這個名稱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點一下 把上面的title改一個名稱 並且把它的刺也許放大一下下吧 你這個大小也許你們自己可以調整 大概20左右吧 然後刺大概紅色出體刺 類似這樣這樣 那另外它右邊這邊有個叫 這個叫核計的一個 這個叫圖例 如果圖例 我不要顯示 因為這有點多餘 在這裡有點 好像我本來就知道說 這個節點 它就是算它每年的核計數量 那你放個這個 那怎麼把它拿掉 很簡單 選它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圖表 這個圖表是什麼 歷年 然後切刀案件的統計圖 那我可以再來就是說 請各位看一下那個 下方這邊有一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請你把它改名稱 因為它是從這邊衍生過來 但名稱它叫工作表1 那請你把它點兩下 改一下 歷年切刀案件統計 統計就好了 統計 其實應該統計圖表 有圖有表 所以最後的話看到結果 就是我們希望看到一個報告 就是 左邊是一個很簡單 歷年的表 然後呢 右邊的話是一個圖 那其實大家看圖 會比看這個表來得更清楚 歷年來 哇好像溜滑梯一樣 所以如果以這種趨勢來看 應該再到明年的那個什麼 明年的切刀案件 應該再過個幾年應該要歸零了吧 OK 所以看起來應該自然是相較以前的話 應該是好很多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想想看 試試看 所以1先產生年 然後不需要轉型 因為如果你轉型的話 反而麻煩 轉型之後把它當數字 這邊可能變加總 加總你可能要改一下 直的欄位設定 如果你把它改成數字 就是 他只要看到數字 他一律加總 加總 不對啊 你數量加在一起 哇變很大一個數字 所以你要把它改成叫 計數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可能就不用轉型 這邊要顯示 如果你假設是數字 那你這邊 直的欄位設定 可能要改一下 好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 第一個練習題 就是 歷年切刀案件的 數量統計圖 我可以試試看 那第二個我希望做到的 就是 我想知道 這裡面到底哪一區 切刀案件最多 第三個問題 哪一條路 跟街 跟道 可能是路 可能是街 可能道 切刀案件最多 就是熱點 也就是說呢 哪一條路上面 那將來如果我可以避開 相較 那如果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會需要多兩個欄位 一個叫區 那一個叫什麼 路 街 道 但是我要怎麼樣把發生地點 其中的資料 取得放在 居欄就是區 有沒有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一二三四 所以第四個字取幾個字 中正區取三個字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比較難的應該是這個 路街道 為什麼 因為它是什麼 中正區 廈門街 有沒有 當然不是叫你點兩下 C-C-V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可能要做多少次呢 這個總共TOTAL C-TOTAL向下 3436比 那你可能要做到下課 就還是永遠做不完 所以怎麼樣 路街道 我想要取 取什麼 取這個 廈門街 放在這裡 這個的話是萬寧街 放在這裡 忠孝東路 OK 就是這幾個字 那要怎麼樣 可以做到這一點 而不是用土法鏈鋼 當然你可以用那個 我們上個禮拜那一題 類似的概念 前瓜糊跟後瓜糊 只是前一題前瓜糊 它固定都是前瓜糊 可是這一題的話 它前面那個字 可能是零 可能是零 也可能是軀 三種可能 那真麻煩 如果三種可能 就要邏輯判斷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第一個 我們折線圖畫完 那第二個區的話 畫圓形圖 圓形圖 把比例做出來 第三個的話 路街道 繪式直條圖 數量做出來 所以三種圖 所以今天剛好練習三種圖形 試試看